就是听他聊完这个话题以后 第一反应是比较激动的 不管最后的反响是好是坏 它都是一个可以写在历史上的一件事情 因为这是第一次给90后的艺术家 做一个可以梳理方面的一个展览 这跟我们90后的一个生活环境有关 像我们这次展览四个副标题 网络化 电子色 时尚消费 刻画散文 中国的话可能大概是从90年代的网络 真正的在中国开始实行 可能在大概2000几年那会儿 才是真正的开始普及开来 电子色这个跟我们说的 是存在于电脑上的一个颜色 所以影响了我们整个90后 它整个做作品的一个思路方式 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选了四个属于是方便大众也容易理解的词 因为我们也希望这个展览能传得越广越好 我们大概是从13年左右开始做收藏 到现在也是10年了 做事的一个态度是比较属于严谨 想专注的一个做法 像我自己个人的第一件收藏下来的作品 应该是上阳老师的大方景 最早我们是以后八九那批 比较经典的绘画为主的 因为那批是中国艺术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 也是比较属于成熟的一个阶段 再往前就是八五星潮 那批相对实验性会多一些 然后之后我们也是一定性可以说是沿着时间 现在开始做到了九年后的艺术队 经历其实就是身在其中吧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下 每个人都跟我们的社会背景 脱离不了一个关系 我们的社会结构 经济 文化 艺术 我们都是亲历者吧 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是比较幸运的 我们只验证了主国的发展强大 艺术 文化的繁荣 这个参与的经历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美术馆不仅是从美域上要起到一定的社会责任吧 也从其他方面也需要做一些事情才可以 对于这边有一些保瑞区的政策 所以现在有很多国外的大型画廊在那边开始入住了 这是比较不同的地方吧 这是一个信号 国外其实现在是非常想到中国来去做事情 我会和蜂巢合作一个展 就是在过年内的时间 然后明年年初三月份左右 我是和隋老师 主要是他这些年做云雕塑这个项目 一个落地和梳理 做展览 起码要提前一年到两年所有的时间 我觉得这是才能更好把这个展做好 是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